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两家也隔得有点距离 但好歹是一个诗的 我俩确定了恋爱关系是在大学第一年的第二个学期 谈不上谁追的谁 却好像是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 谈起了恋爱 恋爱中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挺甜蜜的 谈话不多 但幸好我也不是很喜欢听甜蜜语的人 所以没有什么影响 他是在恋爱一段时间之后才和我说他家条件不好这个事情 不过我早就知道了 毕竟他日常的斟酌和消费这些都是能看得出来的 我这个人比较重感情 对这些看得不是很重 所以当即就表示让他不拥有心理负担 只要我俩感情好 这些都不重要 大学毕业后我俩商量了一下就选择回了老家 我是因为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想着还是离爸妈近一点吧 虽然我爸妈没有要求我必须回去 但是他妈妈死活非让他回家 还说不回去就要死给他看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他妈妈不舍得孩子离自己太远 只是说话不好听而已 后来才知道他妈妈让他回家才不是因为爱他 而是在身边才能掌控我俩的恋情 我爸妈不同意给我的理由 暂时家里条件不好 担心我嫁过去吃苦 但从他们背着我各种刺 窃窃私欲中 我知道他们更担心的是婆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家 担心准婆婆偏心 到时候会拉着我们小家去贴骨他女儿 是的 和别人重男轻女不一样 准婆婆是一个典型的重女轻男 对女儿那叫一个宠 小公子不好好上学 好不容易高中毕业了不安生找份工作 就想着创业当老板 可她懂什么呀 创业哪有那么容易 家里这点钱都被她给折腾没了 现在娘那儿都开始奠基上萧华那点工资了 完全忘记了萧华刚开始工作 工资不高 以及还要还助学贷款的事情 那时的我 行行念念的想要和她结婚 这些明显的问题统统被我抛住脑后 整婆婆看一开始对于儿子找我当老婆是很满意的 毕竟我家就有一个孩子 而我家的经济条件相当好 最后到底是结婚了 我爸妈最终还是没能拗过我 后来想想 这段一开始就以我家百般妥协的婚姻 不好的结果其实早就注定了 一开始的婚后生活倒也还算是温馨 因为我俩单住 在我爸妈给我们准备的婚床里 两人世界确实像我憧憬的婚生活一样 但是好景不长 也就三个月吧 婆婆带着小姑子过来了 其实说自己身体不好来是去看病 后来去医院检查了没啥事 又说女儿想在市区找工作 她不放心 要看这一点 反正东扯西扯收了一堆借口 目的就是想留下来一起住 那时候也是我天真 虽然心里不舒服 但念着婆婆是长辈 想着小姑子早点找一份好工作 这样婆婆也能安心 一家人才能好好过日子 就没说什么默认了 他俩就这么住了下来 这一住就是一年多 这一年多同个屋檐下的生活 真的是让我心里憔悴 其实住下来才发现 小姑子就没想着找工作 之前我和肖花没结婚 她的工资除了还助学贷款 其他都是给了婆婆的 和我结婚后除了给生活费 自然不会问我要钱 去多给一点养着妹妹了 婆婆已经没有去 继续让女儿过悠闲的生活 又不舍得女儿上班辛苦赚钱 就带着女儿来和我们一起住 这样我们既要给她生活费 她还不用花钱就能过好日子 这日子一天天的过得我很憋屈 在我看来 我不仅是赚钱养着小姑子 还要忍受她各种挑拨离间 各种不经我允许 烦我东西 用我化妆品等等 我也不是没有抱怨过 可是肖花总是很无奈 各种劝我 说她知道我受委屈了 但是一个是她妈妈 一个是她亲妹妹 她已经在尽量地劝她们回家去了 念着我俩的感情 想着自己当初非嫁给她的坚持 我也只能是让自己再忍忍 寄以希望于她能说服婆婆 本来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多久 不过婆婆给了我选择 后来那段时间因为我很生气 我就跟肖花说 我也要每月给我爸妈生活费 其实我爸妈直接都存起来了 压根就没用 她自然是不好不同意的 毕竟她妈妈可是吃我们住我们的 还每月拿着生活费 给小姑子买东西 但一开始婆婆是不知道这事的 我本来想着她知道了 也不会怎么样 谁真想她能发这么大的脾气 真是让我叹为观止 那天我们正在吃晚饭 小姑子正嫌 饭菜不好吃 说只有一个荤菜 其他都是素的 吃不下饭 闹着让她哥哥明天一定要买一条鱼虾 我没好气地说了一句话 一个工资不高 那么点钱还了住选贷款 就剩不了多少了 给咱妈的生活费我还添了点的 再说了 我还要给我爸妈生活费 不省着点花 稍稍留一点 万一有急又怎么办 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朋友其他的好像是没有听到 光揪着给我爸妈生活费这句话了 直接就摔了筷子问我什么意思 是我都结婚了 是他家的儿媳妇了 凭什么有钱 不紧着婆家花 给婆婆和小叔子吃素菜 去给娘家爸妈生活费 我背弃笑了 看着沉默不语 也不准备说点什么的笑话 终于明白靠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我直接冲着还在指责我的婆婆对了过去 婆婆 你说我凭什么给我爸妈生活费呢 就凭你们全家都是我在养啊 说着我冲着还是没有出生的笑话说道 老公 这日子我过够了 你妈和你妹妹不搬走 我们就离婚 你看着办吧 随后我直接收了桌上的菜 脾气太好就是被人欺负 我被气得吃不下饭 你们也不用吃了 进了房间后才听到 缓过神爱的婆婆在那又哭又闹 我心中冷笑 闹去吧 反正这次要么她和女儿搬走 要么她儿子和她娘俩一起搬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